第三十六题 我们都会假设我们的灯泡都一样 这个时候如果电压越大或电流越大 灯泡就会变量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假灯泡分到了一个电池的电压 而以这边有两个我们的灯泡串联分到一个电池 所以呢一个人分到的是二分之一个电池的电压 而这里有三个会分到每人分三分之一 而我有两个电池串联 所以还有两个电池电压 每人分三分之一 所以丙分到了三分之二个电池的电压 而我们这三个灯泡是并联 那么总电压跟分电压都一样 那这里有两个电池 所以还有分到了丁分到了两个电池的电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丁分到电压最大 所以丁会最亮 而我们的乙分到的电压会最小 所以它会最暗 所以呢我们的次序应该是丁甲丙 所以我们的选项A呢是错的 那么同样的讨论呢我们知道呢这里分到电压最大的是丁 而不是丙 所以呢选项B呢也是错的 那么根据我们的公式呢 R等于I分之V 因为我们的电炮都一样 电阻都一样 所以分到的电压越大的电流就会越大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的乙呢分到的电压最小 只分到了二分之一 所以它的电流也会最小 所以它说电流最小的是丁是错的 事实上丁的电流最大 因为它分到的电压最大 所以也是错的 那么诸说呢 如果拿下一个灯泡其他会量 所以家中的灯泡采取图式的接法 那么我们知道家庭的电源是用并联相接的 那么图式就是并联所以这个叙述是正确的 所以选项珠是对的 所以36题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家中灯泡如果拿下一个 其他灯泡仍会发亮 所以家中灯泡应该是采用图式的接法